哈喽大家好我是Eason 非常不好意思花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我们才出新一期的视频 之后我也继续努力保持更新 给大家持续带来价值 最近很多天加我微信 或者LINE的小伙伴都告诉我 把我每一期视频都看完了一遍 问我什么时候更新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 那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 不给大家赠送一些福利就说不过去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我会教给大家三种 真正免费不花钱 就拥有自己的独立站 拥有自己的网上店铺的方法 完全做到不出单 不花钱 再也不用担心 还没有开始盈利 就要掏光口袋的问题 特别是第三种方法 属于现实特会的活动期间 大家千万一定不要错过 Let's go OK那接下来 我跟大家去实操演示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的三种 建站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要使用 一个叫做Big Cartel的 建站工具 虽然在我的一个频道 我之前都是跟大家 主要去讲Shopify的一个建站工具 怎么去使用Shopify 怎么去利用Shopify 就创建一个好的一个独立站 Shopify大家都知道 它虽然是功能非常非常强大 然后也是市值最高的 这个建站工具的一个公司平台 但是Shopify它是有一个 月租费用的 至少需要29美金 然后每笔的交易 它也会抽去 城市集的一个手续费 所以对于新手来说 它的一个门槛 或者说它的一个建站成本 所以今天我们来教给大家 这个方法就是使用Big Cartel 这个建站工具进行建站 那这个建站工具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谷歌搜索 Big Cartel 大家都可以搜索得到 然后我们先进入到官网看一下 OK 那这个就是这个Big Cartel 这个建站工具的官网 那这个官网上 大家就能够看到 直接上来就会告诉你 它的一个价格 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它有提供三种价格 那最基础价格 就是免费的版本 免费的版本 它是能够支撑你上架 五个产品 那对我们来说 其实已经完全足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经常会去 建一些单品站 或者说建一些 少数的这种产品的 这种垂直站 那去进行测评和投放 或者是进行一个推广 那所以五个产品 也是能够满足 90%的需求的 当我们在使用 它的一个基础的 一个套餐的时候 它的所有功能 和它的一些高级版本的 这些功能 都是差不多的 其实它的高级版本 它的差别 就是在于 比如说 它的9块9美金的 这样一个套餐 是可以支撑 你上架50个产品 那19块99的 这个套餐的话 它就是可以上架500个产品 大家要知道 这个19块9毛9 已经是Big Cartel里面 最高的一个套餐价格了 但是还不到 这个Tub Cartel里面 29块99的 这个最低的 一个套餐价格 所以大家就知道 这个Big Cartel 它的一个 性价比来说 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第二个点 除了它的价格之外 我们可能还想要 去了解一下 像Big Cartel 这样的一个 见证平台 或者见证工具 我们能够建出来 什么样一个网站 大家可以看 它有提供一些example 就是demo 那我们可以通过 它提供的这个demo 去看一下 上面都可以去创建 哪些出地页 或者哪些网站的 一个样式 那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提供的这些 模板的话 都是比较偏向 艺术风格的 或者是偏向 小众的一些风格 那大家如果是在TikTok 或者像在Instagram 想要去推广 一些小众的 像这种手工艺产品 衣服产品 油画 这种类型的产品 就非常非常适合 Big Cartel 当然确实来说 就是Big Cartel 它网站的一个 营销插件的丰富度 占的这个自由度 或者说它能够去 修改你的这个 落地页的一些 自由度来说 肯定是不如Shopify的 Shopify的它是有 非常非常强大的 第三方的这种插件库 是可以去选择 可以去修改的 我们来简单看一看 Big Cartel 它的一个网站的一个案例 这个应该是一个 makeup 美妆的一个网站案例 大家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网站的头图 再加上几个产品 然后上面会有一些 不同的页面 大家可以去进行修改 整个网站 它提供的模板 是比较比较简单的 就没有特别多的复杂度 但是其实已经能够 满足我们的需求 也是完全能够出单 也是完全能够销售的 大家可以直接 到我们tiktok.com的网页 我们去看一下 有没有人在用 这个Big Cartel 去进行这种营销 我们直接搜索Big Cartel OK 那我们能看到 能搜索出来一些视频 那我们不确定 它到底是不是 在用这个网站的 见证工具进行销售 我们点开一个视频的主页 大家能看到 这个账号主页的 这个域名 这个域名就是 Big Cartel.com 说明它就是在用 Big Cartel 这样一个见证工具 进行见证的 那么点击看一下 它这个实际的一个案例 是什么样的 它能够看出来 它在视频上 推广的这些产品 而且从它视频的 一个更新程度来看 就完全说明 它肯定是在盈利的 或者说至少 它肯定是出了不少单的 就从这个视频的播放量 以及它持续更新的 这个数量来看 就是很明显 这个网站是能够出单的 是能够完成 这个变线和盈利的 所以说明 即便我们的整个网站 比较简单的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 是像这种免费流量的 一个推广方式 这样的一些见证工具 也是完全足够 我们去使用的 大家如果是使用 这种付费广告 之类的推广方式 我可能还是更多的 建议大家使用Shopify 因为Shopify 它可以支撑 我们更多的营销动作 让我们把我们的 客单价和利润率 或者是我们的转化率 都进一步的做提升 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更多的利润空间 去支撑我们做付费推广 OK 那这个就是 这个Big Cartel 简单的一个概要 那我们接下来就实操 就跟大家去讲一下 这个Big Cartel 它的一个注册 和建站的一个工作流程 首先我们就是 回到这个Big Cartel 它的一个官网之后 我们点击这右上角 有一个Sign Up 我们直接选择 这个Sign Up Free 我们直接选择 这个最低版本的 一个套餐 我们开始进行一个注册 首先跟这个Shopify 它的一个流程 是比较接近的 也是我们需要 先填写一下 我们的Email 我们随便写一下 我们的Email Shop Name的话 我们随便写一下 点击Sign Up 我们就要去验证一下 我们的邮箱 OK 那我们就是 简单的验证一下 邮箱之后 我们就已经成功 进入到这个 Big Cartel 它的一个建政后台了 那我们只需要去 根据它这上面的 一个建站流程 去进行建站 它这上面 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 比如说 需要要求我们 先去添加一个产品 把我们的这个 Shipping Profile 之类的去进行一个完善 然后再添加上 我们的这个 Payment Proposizer 就是我们的这个 收款收单的这个工具 比如说 PayPal或Strip 接下来我们需要 去直接去装修 和完成我们的 网站的一个搭建 然后最后成功 让我们的网站 进行上线 OK 那我们首先就去 添加一个 另一个产品 这个其实整个的流程 非常非常清晰 简单直接 相比这个商费来说 可能它的一个 建站的一个 步骤来说 更少的 点击进来之后 我们就需要去添加一下 这个产品的一个图片 然后我们去选择 OK 那我们把这个产品图片 上传完之后 我们就需要去填写一下 对应产品的一些 产品名称 产品的描述 产品的分类 然后它的一个 产品的状态和价格 那我们就进行一下填写 比如说我们这里 就写一个 gift package 然后产品的描述 我们这边写一下 就大家根据自己需求 category的话 因为这里我们还没有去 创建任何的一个 产品的一个系列 或者产品的一个分类 先不管它 然后status 我们就选择active 价格的话 我们写个9块9毛 这里面因为我现在的 这个VPN网址 是台湾 所以它这里面 直接写的是 台湾的这个 台币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我们可能 在后面可以去 自己进行更改 那shipping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我们shipping 比如说全球包邮 全球都是 3块9毛9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OK 那我们已经成功 创建了一个商品 那我们继续回到 这个酒页 我们需要再进行 这个下一步的一个填写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需要去把我们 整个店铺的一个信息 去进行一个晚上 我们点击这边的profile 然后我们可以更改 我们的shop的名称 OK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完善一下 我们店铺通用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 点击这里面 add profile 我们就可以去更改 我们的这个店铺的名称 更改我们店铺的一些 简单的描述 然后可以去链接一下 另外的一些站 这里我们就不去进行 相关的一些设置了 这里的话 它还会让我们去 可以添加我们自己的 一个custom domain 比如说你通过这个 go daddy 你购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这个域名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面 去添加一下 你自定义的域名 但是自己在一开始创建的 这个.bkartel.com 这个域名 也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就如果你是在 刚刚的那个账号的 一个案例一样 你在tiktok上面去进行推广 你也完全可以在网站上 直接挂上你的 这个bkartel.com 的这个二级域名 也是完全OK的 那接下来 pay的就是需要我们 设置一下我们的 这个收款的方式 主要的一个收款方式 就是通过strip 或者是paypal 大家如果拥有 这两个账号的话 直接在这里面 去进行一些关联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那这里的话 我就不去跟大家 做一个实际的演示了 因为这个和suntry 它去做的关联 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没有特别复杂的 操作 接着回到这个首页 那我们完成了 这个收款方式的 一个设置之后 我们就开始 需要去装修我们的店铺 那我们实际 进入店铺装修的 一个部分 OK那我们怎么去 装修我们的店铺 我们还是来到 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点击右下角 这里面有一个design 然后我们就可以 进入到店铺装修的 一个页面 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 店铺装修的 一个页面 最左边它有一个thems 在这个thems的 这个选项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不同的一个模板 大家根据自己的 一个喜好 或者是一个需求 比如说 交出几种 手工艺品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trust 这个模板 看起来不错 或者是用这个ranker 大家根据自己的 一个喜好 去进行一个选择 就可以了 那么回到这个settings里面 首先我们可以去放一个logo 设计一个logo 和一个willcome image willcome image的话 我随便选择一个 OK 那这样就是一个 我们的willcome image 就出来了 因为现在我们 其实是没有设计出来 我们自己的一个logo logo的一个设计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之前 有做过推荐的Canva 这样一个工具 或者是搞定设计 这样一个工具 去进行设计 或者也可以使用 Shopify官方 它有提供一个 logo的一个生成器 我们搜索一下 这个Shopify logo 就可以看到这里面 有hatchfor.shopify.com 这个就是Shopify 它自己提供的一个 logo的一个自动生成器 我们点击get started 然后我们选择 我们的一个health and beauty 这个是我们的分类 再接着选择一下 我们想要的一个风格 比如说我们想要一个modern点 我们选择一下 比如说随便写一下 我test 然后我们再选择一个 online store website 然后点击下一步 大家就能看到 已经能够生成很多的 这个logo 那这个logo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 去进行选择就可以 然后把它下载下来 非常简单 除了我们需要去把我们主页 去进一个装修之外 可能我们还需要去创建一些 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contact class 联系我们这样的一些页面 或者是说一些shipping policy FAQ等等的页面 我们就可以在pages 这里面的这个页面 去进行一些添加和修改 也是非常非常简单 最后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code code的话 就是如果大家懂这个 当然就是像CSS 这样的一些原则的话 就是可以在这上面 去进行一些自定义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其实也用不到 目前来说 前面的一些功能 都非常非常充足了 就是让我们快速的 10分钟之内 发建出来一个 属于自己的独义站 并且可以放在 我们的这个 DTall账号里面 去进行销售 完全足够了 OK 那这个时候 可能有人会有这个疑问 就比如说 有没有比这个 Big Hotel 还要简单 方便使用的 这个见证工具 或者说 能够快速的 就是让我们直接 选择一个产品 而不需要自己去 重复的去上架一个产品 然后自己去写 这个产品的名称 自己去写 这个产品的描述 等等的一些 或者是不需要 我们自己去搞一个域名 去进行 杂的一些见证操作 我只想要去进行 一个分销 甚至都不想发货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工具呢 有的 那第二个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一个见证工具 或者是说 上架网站的一个工具 就是这个VD2C 这样一个平台工具 那这个平台工具 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见证的 也可以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 分销平台 或者分销工具 那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们 可以在它的平台上面 直接选择 你想要去销售的一个产品 然后一键 就可以去点击 上架到自己的店铺 然后生成一个 专属的 一个域站的一个 域名链接 二级域名的链接 然后把我们这个 二级域名 也同样放到 TikTok的一个 账号主页 或者是说 你Instagram的账号主页 之类去进行销售 大家也可以同样的 比如说 我们直接回到 这个TikTok.com 这个网页 我们去搜索一下 VD2C 看有没有什么 相关的案例 我们去看一下 借鉴一下 大家搜索之后 大家就能够看出来 有一些相关的 一些视频 那我们随便点击 一个视频看一下 OK 那这个视频 我看到它 这上面是有一个 域名的网址 那我们点击 这一个 复制这个链接下来 然后我们点击 输入到这个 网络器的网址 大家能看到 非常非常直接 它主要就是 focus在移动端的 一个销售 所以大家能看到 它的一个页面 就是一个非常 移动端的一个页面 然后在这里面 整体的我认为 还是非常非常简洁 和直接的 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它整个 移动端的体验 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上面首先 就是它会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头图 那这个头图 是能够显示出来 你产品 到底有什么样的 一个产品 直接显示 你产品的一个名称 产品的一个价格 什么时候 能够送到货 然后还可以去选择 一下产品的尺寸 产品的一个颜色 那这里头 还有一个 after sell policy 就给到用户 这样一个安心感 就保证说 我们在销售之后 就会有怎么样 多少天的一个送达时间 会在这个policy里面 去写得比较清楚 那最下面 它还会有一个 相关产品的一个推荐 就会有来到你的 这个具体的产品描述 这个产品描述 它就可以进行一个 填写 或者它 当你在去上架 这个产品之后 会有这样一个产品描述 因为它是一个服装类的 所以主要就是 展示产品的一个图片 和使用的一个场景 然后我们点击 这里面的buy now 就可以进入到 购买的一个流程 比如说我们选择 一个黑色款 我们点击下一步 然后就可以输入 这个具体的 出款的一些方式 这里我就不完成 这个订单的一个支付 然后跟大家 实际的演示 和看一下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个运作流程 那其实大家能看出来 这个整个体验 都是非常流畅的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 不错的 那么我们具体 怎么去使用呢 首先我们来到 vd2c.com这个官网 然后我们去输入一下 我们的email 大家在建站之前 也可以去看一下 它大概的一个流程 比如先第一步 要customize 你的这个店铺名称和域名 然后添加这个产品 到你的这个店铺 然后就可以开始销售了 非常非常简单 三步操作 OK 那我们实际的来操作看看 点击下一步 简单输入一下密码 那么接下来 需要输入一下 我们想要展示 这个店铺的名称 随便写一个test shop 那这里面 我就要填写一下 我们自己的这个名称 这里就随便填写了 需要一下 我们的一些基础信息 我们随便根据自己情况 去填写 当然其实这个vd2c.com 它这个平台 或者说这个工具来说 也是有这个专门的app 大家也可以直接搜索 appstore或者google play 去进行对应的一个 app的一个下载 那这个app下载的话 也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你是可以直接在app上 去完成一切的操作 不需要用使用这个电脑 就可以去拥有你自己的店铺 拥有你自己的这个域名 拥有你自己的这个产品 进行销售 那我们这里跟大家去演示的话 所以主要用这个电脑 PC端去进行一个演示 那产品的一个分类的话 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 bar gax and shoes 随便选择三个 点击下一步 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vd2c 产品的一个平台 就是它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一个 选品的一个资源 非常以目了然的去了解 OK 我们可以去销售哪些产品 然后我们每一单销售这样一个产品 我们可以赚多少钱 当然这个价格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去设定的 它这里面也会给我们一个建议的销售的价格 然后我们按照它建议销售的这个价格去进行销售的话 就会获得比如说像这样一个机壳 这个手机壳是13.35 它建议销售价格是13.35美金 那我们每一单去进行销售成功之后 就可以获得5.82 那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我们不需要去进行相关的这种售后的一个处理 只需要去负责前端的一个销售就可以了 非常推荐大家 如果你自己去运营的是账号 在刚开始前期的话 你可以先从这个方式去入手 就不需要花特别特别多的时间 在你的建站上面 当你比如说OK 这个账号运营的有一段时间 你自己的对流量的这个稳定性 就是你流量越来越稳定了 然后而且你想要去自己发货 然后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那你可以选择自己去进行建站 比如说用Shopify 但是如果在前期 你只是想去先把这个路径跑通 想要先尝试去赚取一些利润 然后更多的精力想focus在内容创作上面 那你可以去选择像VD2C这样的一个分销平台 分销工具 OK那假设说我们现在想要去销售的一个产品 就是右边的这个金属手机壳 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产品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面的Add to Store 这里会提示 因为我们还没有击货我们的账号 击货我们的店铺 那我们先去进行一个店铺的一个激活 那这个店铺的名称 我们随便写一下吧 写一个test ok那我们已经成功激活了我们的这个店铺 非常非常简单 只需要输入你的店铺名称 和你想要的一个2G域名的名称 然后ok那我们点击Add to Store 就可以把这个产品上架到我们的这个店铺里面 那我们这里可以选择自己自定义一个价格 也可以选择按照他建议的一个价格 我先选择按照他建议的这个价格吧 然后这些其他的我们都可以不管 直接选择Add to Store 那么接下来可以来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店铺 去进行一个浏览 让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店铺 比如说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手机壳 它已经成功的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店铺里面了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把这个产品 这个网址放到我们自己的一个 piktok的一个账号主页 或者instagram的账号主页 那我们可以选择这边的share 那我们选择这边的copy link 我们去尝试看一下这个link 那我们把我们刚刚link放在这个浏览器 进行打开之后 大家就可以非常简单直接的看到对应的一个产品了 产品的图片也是有的 产品名称 产品的价格 产品的描述详情 都是有的 然后用户已经可以通过你的这个链接去进行购买 而且用户一旦他完成了这个下单购买的一个操作 就会收到对应的这笔佣金 整个的一个操作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我们不需要去进行店铺装修 不需要去进行各种复杂的一些见证的一些操作 在三分钟之内就可以去开始销售你的这个产品 是不是非常简单 OK那除了我们上面介绍的两种免费建站的一个方法之外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三种方法 就是Shopify的一个建站方法 当然Shopify建站方法大家都非常清楚 或者已经之前非常熟悉了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这个Shopify它不是有月租吗 它不是有很多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吗 那么你还要推荐Shopify这个建站的一个方法 或者工具作为这个免费的一个方法 但是最近Shopify它是提供了一个一美金 可以使用三个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操餐 大家可以想想就是三个月已经足够我们 就进行任何一个操作的一些尝试 上一次Shopify有这么大一个优惠的一个推广活动 已经是在20年的这个疫情刚发生的那个时间段 之后就一直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优惠率 那最近Shopify又开始去有提供这样一个一美金 可以适用三个月的这样一个套餐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优惠 然后也是非常推荐大家 趁这个优惠还有的这个时间 赶紧去利用这样一个优惠方案 去建一个Shopify的账号 然后开始你的这个Shopify的一个独立站的一个建站过程 那我之前提到的这两种建站方案 不管是BigTail也好 还是VED2C也好 那两种的方案的话 其实它的一个建站的一个落地的一个自由度 都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们没办法去进行更多的 比如说落地的一些修改 没办法去进行更深层次的一些销售活动 没办法去更大家自由的掌控我们的一个对站 然后去进行更多的一些深层次的影响推广活动 但是Shopify它有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模板 也非常强大的这个第三方插件的一些资源 就可以去支撑我们去进行相应的一些推广 特别是当我们选择用这个Tail付费广告投放 去进行推广的时候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Shopify的 那OK大家可以直接来到这个网页 就是这个是一个Shopify它这样一个优惠方案的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的话我也会放在我的一个描述栏下面 大家可以直接去这个描述栏下面去领取这样一个优惠的一个链接 然后去开始你的Shopify建站流程 那这里的话我也跟大家去简单的演示一下Shopify的一个建站流程 大家通过这个优惠链接去登录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发现你看不到这样一个页面 这个其实Shopify它自己可能也是在针对不同的国家地区推广它自己的这个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是大陆地区 然后填写的地址也是大陆的一个地址 应该是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优惠方案 如果你看不到这样一个优惠方案 你可以去尝试的实际的去创建一个账号 看一下里面实际在进行结账付这个月租的时候 你能不能看到一个优惠方案 如果这个也看不到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使用不同的浏览器 不同的IP地址去进行一下测试 因为这个优惠方案它有可能是一个灰度的一个方案 也有可能是它有针对不同的国家地区去进行测试 这个是因为之前有这个人跟我反映 其实他们有的人他是看不到这样一个优惠地址的 所以我跟大家做一个这个提醒 大家其实看不到的话就多做一些尝试 多做一些来回的一个测试 OK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实际的演示一下 怎么去通过这样一个优惠链接去创建我们的Shopify账号 然后去进行一个见证 首先我们也是来到这个网址之后 我们输入一下我们的一个email 然后点击start free trial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 我们其实前面都不是很重要 大家也可以skip这些疑问 然后我们可以去输入一下我们的店铺的一个名称 然后我们输入一下账号的一个密码 我们点击创建Shopify账号 OK当我们创建好我们自己的这个Shopify账号之后 我们就进入到Shopify的一个店铺后台 那它这个店铺后台也会有相应的一个指引 比如说如何上架产品 如何关联自己的这个域名 怎么去定义这个主题 然后添加页面 以及设置这个销售渠道 然后开始进一个订单测试 这样整个流程 大家根据这个里面的一个指引去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它的一个流程来说 相比这个bictel.com 这样一个见证工具的一个流程 稍微要复杂一点点 毕竟这个Shopify它的一个功能更加强大 然后各种的插件更加丰富 主题更加丰富 所以相对来说 使用上会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这里的话我就不跟大家去进行实际的一些具体的一个教程了 因为这个也是比较一个更加完整的时间去跟大家去进行一个讲解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也可能会在后面单独上传一期影片来跟大家去讲解 Shopify的一个见证流程 怎么去创建一个高转化的一个落地页 怎么去创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Shopify店铺 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这个留言区打上Shopify这个关键词 如果这个留言的人足够多的话 可能就会考虑去上传这样一些教程 那这里的话我先就跳过一系列的这个见证步骤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套餐 就是我们刚刚通过这个优惠链接 有没有能够真的去领取刚刚一美元三个月的一个使用权限 那我们点击这里面的PickPlan 然后选择这里面的Choose thisPlan 大家能发现它已经有这个一美元三个月的这个 这样一个套餐的一个显示 那我们就可以点击PickPlan 然后进入到这个套餐选择和支付的一个页面 具体的一个支付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添加一下自己的信用卡信息 或者是关联上我们的这个PayPal账号 然后右边的这个StartPlan这个按钮就会生效 那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StartPlan 然后就可以去完成一美金的一个支付 然后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这个建站流程的一个操作 OK 大家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建站 它其实这个生效的到11月27号之前都是生效的 都是可以持续的去使用这个Shopify的一个店铺的 还是非常划算的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优惠链接的一个截止时间是8月25号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8月25号之前 去创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Shopify店铺 避免你错过了8月25号之后 可能就要支付原价 去创建自己的一个Shopify店铺了 那就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Shopify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OK 那以上的内容就是我今天要交给大家的三个免费去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战的一个方法 OK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内容 也不要忘记为这篇影片点个赞 把赞给点赞 或者订阅我的频道 让YouTube演算法知道这一期影片的价值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你们的每一条评论 我都会认真的去看 认真的去回复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